上期说完了打开工业战争之门的克里米亚战争 本来暴揍土耳其的俄罗斯 遭遇了以英法为代表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最终无赖战败 签署了巴黎条约 这场仗英法虽然展现了技术优势 取得了胜利 但损失也不小 法国10240人阵亡 约2万人受伤 6万人病死 英国2755人阵亡 2019人受伤 16323人病死 你看英国这次上亡就统计的很精确 病死人数是战死人数的近6倍 所以野战医院条件的改善就成了刚需 南丁格尔正是做了这件事 成为了现代护理学先驱 他在生日5月12日也成为了国际护士节 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得从国家社会的根本体制入手 这就最终促成了俄国1861年的解放龙奴改革 龙奴们翻身把歌唱 生产力得到了解放 不得赚取大笔资金了 在于国内被解放的劳动力一结合 又促进了工业的大发展 俄国境内的铁路也几乎每十年翻一翻的速度快速增长 其他工业指标也突飞猛进 这要回过头来再看克里米亚战争 对俄国来说还真是塞翁失马 胭脂非福 另一边的土耳其呢 虽然名义上跟着印法老大哥打赢了克里米亚战争 但实际战场表现如何 自己心里还没点鼻输吗 其实自19世纪以来 各种女战女败 让土耳其的苏丹们也不得不将改革提上日程 1834年 1839年 1856年 1876年 都分别有重要的改革法案被颁布 大体原则都是走向商业更开放 人民更平等 意图促进经济繁荣 增强国力 然而这些改革 也使西方的民族主义进入帝国精雷 导致帝国统治下的各个小民族 就开始造反独立 1829年 希腊开了个不好的头 到1875年 塞尔维亚 黑山 以及新河出来的罗马尼亚 也宣布托尼土耳其帝国而独立 那对于这种情况 土耳其当然还是按古法办 镇压了 俄罗斯一看 机会来了 虽打着橱强扶弱 捍卫自由 好吧 应该是拯救基督徒 保护斯拉夫兄弟的旗帜 于1877年4月 对土宣战 那到这里 按照网上中文资料普遍的技术方法 俄土战争已经打到了第十次了 这场战争 俄土双方 依然在黑海东西沿岸的巴尔干和高加索碾线 展开战斗 而主战场是西边的巴尔干 俄国沙皇 甚至御驾清真 与之前几次俄土战争不同的是 土耳其这边 这次竟然在海军方面 占据优势了 22艘装甲舰 82艘飞装甲舰 763门舰炮 1.5万名水兵 在上一场战争 误独了英法的海上优势过后 土耳其一只千金买买买 竟然堆起了一只不俗的海军 而俄罗斯这边 由于上一场战争 舰队都成港口了 这还没恢复元气呢 也罢 和你路上拼吧 土耳其路上也买买买了很多新式装备 威力更强的大炮 设计更精准的步枪 要现藏枪了 以前我讲过的 祖鲁战争拉布电影里 英国人就是拿这种 马蒂尼亨利步枪 打南非土著 创造了以少胜桌的奇迹 这次俄土战争 土耳其也拿这种枪 以及比他更好的 美制温泽斯特 打俄国人了 而俄国人 则还多装备的是前装枪 可以想象 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土耳其人士气再差 组织再混乱 他守个城 蹲个点 做老硬币 军力总可以吧 于是就有了 普列文围城的苦战 1877年7月 俄军开始对 驻守普列文的土军 发起强攻 第一站土军上网 脸千 俄军上网三千 第二站土军上网 脸千 俄军上网七千三 好家伙 蓝啃的骨头啊 你如果沙皇赶紧呼叫 罗马尼亚 我帮你打土耳其 你们也得出兵啊 这个时候罗马尼亚 刚刚拖离土耳其帝国而独立 他的前胜就是瓦拉吉亚和摩尔达维亚年公国 于1859年合并的 这场俄土战争 可算是罗马尼亚的立国之战 除了依靠强大的俄罗斯 他自己 当然也要出兵意识下了 所以派遣 四万三千四百一十四名士兵 前往普列文参战 土耳其这边 当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 除了守城部队 巡击主动出境 还派出援军 与绕道俄军后方 攻清两道 而俄军这边 由于主力围城 其他方向守卫兵力不足 怎么办 诶 可以征集保加尼亚志愿兵啊 这就爆发了西伯卡山口祖籍战 当世时 俄土大战的这个区域 就是献保加尼亚警类 那俄国人作为解放者 帮保加尼亚兄弟 打压迫你们的土耳其 保加尼亚的兄弟们 当然是感恩戴的 同仇敌忾啊 所以志愿兵打起仗来 也特别英勇 在1877年8月 五千名保加尼亚志愿兵 和年千五百名俄罗斯部队 合力击退了四万土耳其大军的进攻 这样战略上 土耐文之位不解 绕后突击又失败 土耳其就危险了 土耐文的守城土军 经过数次突围失败之后 最终于1877年12月 开城投降 此一 俄罗斯 罗马尼亚 保加尼亚联军 共参战13万人 伤亡超过5万 土耳其守军 共六万七千人 上网约一万 最终有四万三千三百四十人投降 诶 好像还有一万多人 蒸发了 失踪 逃跑 谁知道的 统计有无差嘛 总而言之 俄军这一仗虽然损失巨大 但最终还是打开了土耳其的防御屏障 冰封直指军事坦丁堡 土耳其这边 可谓已经释出了浑身泄疏 最好最新潮的武器都用上了 还是打不过 看来这次是真的要亡国了 这时候 英国站出来了 俄国毛雄 你差不多得了 你想克里米亚战争重演吗 第十四俄土战争 土耳其再次败于俄罗斯 于1878年3月 在军事坦丁堡西边的圣斯特反洛 签下了城下之约 土耳其承认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黑山和保加尼亚的独立 割让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 和格鲁吉亚给俄罗斯 赔款免一千万卢布 给俄罗斯 并开放黑海到低中海的连海峡 另外俄罗斯还用自己攻占的一些土耳其领土 与罗马尼亚进行了换地 圣斯特反洛条约签订以后 英国和奥匈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这巴尔干地区独立出的一堆小国 很明显都是任俄罗斯做老大哥的了 这么下去 欧洲威仪 这时候刚统一不久的德国 为了彰显大国地位 首相比斯麦就站出来说了 不吵架不吵架 我来做一个诚实的中间人吧 都到我柏宁来谈 我做东 给你们个公道 于是后 就有了对圣斯特反洛条约的大国修改版 柏宁条约 修改的主要内容 首先 俄罗斯搞的保加尼亚太大了 我们给你画小一点 那剩下的这小保加尼亚 南边还给你分出个东卢米尼亚子之神 名上还归土耳其 保加尼亚表示日了狗了 然后另一边的土耳其你看 给你捡回了这么多土地 不得意思意思啊 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拉 捡真波黑 再上塞尔维亚和黑扇 捡真塞黑的一部分桑扎克 嗯 暂时就让奥匈帝国偷管吧 塞黑表示日了狗了 此外英国说 土耳其恶熟的连海峡 保持现状 地中海是我大英的势力范围 你俄国不许来 另外土耳其把塞普鲁斯岛租借给我 我大英要保护地中海安全 俄罗斯表示 热狗了 我死了那么多人 流了那么多血 辛辛苦苦 19世纪中叶之后 民族主义浪潮在欧洲大爆发 民族主义定义我们 除了共同的语言习俗 这些内部属性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在外部找到敌对的他们 而巴尔干地区的一众小国 完美地符合了这个条件 本来他们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欺负压迫 然后这些被压迫民族 经过坚持不懈的抗争 最终打败了邪恶的土鸡 现在土耳其势力渐退 却又来了个奥匈帝国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干他 本来奥匈帝国拓管着波黑这些地 心想管着管着 最终习惯了 不就是自己的了吗 没想到旁边的塞尔维亚 这边国小隐大 要搞大塞尔维亚 也就是 只要有塞尔维亚人的地方 就属于我塞尔维亚国 哎 这旁边奥匈托管的波黑就有很多啊 那俄国人对这又是什么态度呢 柏林跳约时积攒了一肚子窝狼气 你说呢 我斯拉夫小兄弟别怕 有老大哥在你身后撑腰 波黑就是他奥匈老贼 趁火打劫偷窃来的土地 你去夺拉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一点毛病没有 那名义上还拥有波黑主权的土耳其帝国呢 离菩萨过江啊 1908年 土耳其青年党革命爆发 巴尔干马其顿地区的土耳其驻军 劫干而起 最终土耳其苏丹妥协 同意君主离线 奥匈帝国一看 哎 机会来了 这波黑我都托管了30年了 也该转阵了 宣示主权了 虽宣布正式吞并波黑 俄罗斯对此当然非常不满 但无赖刚刚在远东打出了日俄战争 实力大减 只能劝小兄弟塞维亚 先忍一忍 忍一忍 回头我们再收拾他 塞维亚本想从波黑那里挖一块 到地中海的入海口 这下得 嗯 可以往南一点 挖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啊 反正你看奥匈吞了土耳其的波黑 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咱虽然是小国 但咱巴尔干小国们可以联合起来 一起去抢土耳其的地啊 于是后 1912年10月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塞尔维亚 黑山 保加尼亚 和希腊组成的巴尔干同盟 最终击败了土耳其 于1913年5月 在伦敦召开合会 原属土耳其的马其顿地区 被塞尔维亚 保加尼亚 和希腊瓜分 但奥匈担心塞尔维亚得到阿尔巴尼亚后 有了出海口 会进一步作答 坚持要阿尔巴尼亚独立 这样塞尔维亚的大塞尔维亚之梦 再次受阻 心里对奥匈一万个妈买皮 而另一边 保加尼亚也不满意 另外按照上一次俄土战争结束后 俄罗斯给划出的大保加尼亚方案 整个马其顿地区 都是保加尼亚独占 这次跟土耳其打 也是保加尼亚处理最多 凭什么你塞尔维亚和希腊 渔翁得利 分了我的蛋糕 于是后 1913年6月 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 保加尼亚向塞尔维亚和希腊宣战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然而不久之后 黑山和罗马尼亚就加入塞尔维亚一方 向保加尼亚宣战 土耳其一看 机会啊 也加入群无保加尼亚的行列 结果仅仅一个多月 保加尼亚就战败投降 不仅马其顿的地位要回来 北边被罗马尼亚割了一块 东边还被土耳其割了一块 真可谓偷击不成18米 而塞尔维亚再次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不免心中开始飘了 1914年6月28日 是塞尔维亚国庆日 而奥匈帝国皇太子弗里茨菲迪兰大公 偏偏选在这个日子 去视察了个波黑的波 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 那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们一看 你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 波兰人 最爆发了著名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 奥匈帝国一看 我皇太子都被你打死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碎于7月23日 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提出以下十个条件 塞尔维亚一看 这下事情闹大了 真打肯定打不过奥匈帝国啊 但俄国这时候放话了 小兄弟别怕 有老大哥在你背后给你撑腰 给我怼回去 而德国这边 也在奥匈背后说了同样的话 别怕俄国熊 有热尔曼哥们给你撑腰 最终塞尔维亚接受了其中八条 还有两条 会破坏宪法和主权 恕不能答应 奥匈一看 小样是真的不想活了 俄国说 怎么着 你敢真动我斯拉夫小兄弟 你动一下试试 试试就试试 奥匈岁于7月28日 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一看 嘿 来真的了 岁于7月30日 开始全国总动员 德国一看 咋地 你想动我热尔曼哥们 我限你12小时累 给我取消全国总动员 然而开工哪有回头劲啊 8月1日 德国向俄国宣战 同时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 我打俄国时 你要保证保持中立啊 开玩笑 法俄盟约写得清清楚楚 德国打俄国 法国不可能不帮 所以法国没有回应 8月3日 德国向法国宣战 随后便开始执行 酝酿已久的势力分计划 即先打垮西边的法国 再掉头打东边的俄国 而且打法国 不能从德法边境正面硬钢 而是要取到比利时 六勾拳打过去 然而英国曾签约保证 比利时的中立 所以8月4日 德军一进入比利时 英国就得德国宣战了 最后测原地奥匈帝国 再补宣一下 8月6日 奥匈向俄国宣战 8月12日 英国向奥匈宣战 这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正式全面的爆发了 嗯 大家有没有发现缺了水啊 没错 我们的主角之一 土耳其啊 这联强们打成一锅咒 土耳其装运得到我看戏了 然而土鸡最终 我们还是没能独善其身 关于土耳其是怎么被拖入一战的 我在上古的往期节目 外贸战舰下 星月海江中 有过详细介绍 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德国靠 寄了碾搜军舰 就将土耳其拖入了大战 于1914年10月 加入德奥同盟国阵营 而保加尼亚 为了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仇 打塞维亚 也加入了同盟国 这样同盟国阵营 就凑齐了德 澳 土 堡 四个国家 而协约国阵营就夺了去了 前前后后有15个加了进来 所以就算德国再能打 战争结果也可想而知 1915年 英法与德国在西欧的战事陷入僵局 而土耳其的参战 以及德国新瑞战舰的入土作战 使西欧援助俄国的黑海航道 遭到封锁 为了打开航道 也由于柿子要找软的捏 英法发动了著名的加尼波利战役 作为当时最大规模的海上登陆作战 尽管英国出动了包括新瑞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在内的 诸多海上重火力支援 但占据了低力优势 且有德国顾问和奥匈炮兵帮助的土耳其 还是顽强的顶住了攻势 最终以敌我接近的伤亡比例 取得了这场史诗战役的胜利 英国人一看 这正面刚不过 那就玩硬的 背后捅刀 虽派嘴炮军官劳伦斯 去土耳其统治的阿拉伯地区 鼓动阿拉伯人造反 最终效果显著 战果辉煌 土耳其在中东丢成失地 而与此同时 俄国也继续在高加索这个老战场上 与土耳其开私 1914年12月到1915年7月 发生的萨尼卡米什战役 土耳其再次败给俄罗斯 土耳其就认为了 这是亚美尼亚人自恶所致 诶 这里除了那个当时 画在俄国领土类的 现代亚美尼亚国土 还有很多土耳其境内 居住的亚美尼亚人 1894到1909年 土耳其先后对亚美尼亚人 进行了哈米德和阿达纳点 刺屠杀 一战中 与在高加索地区对俄战败 以及英国对阿拉伯人造反的成功策动 让土耳其觉得有必要防患于未然 岁于1915到1917年间 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 种族灭绝式的屠杀 受害者数量达150万之中 1917年 俄国爆发红色革命 沙皇被推翻 1918年3月 新生的苏埃尔政府 与同盟国签立了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以各让大片土地和大量赔款的代价 换来了停战 其中对土耳其的部分 是将第十次俄土战争中攻占的高架索领土 归还给土耳其 然而不久之后 德国也爆发革命崩溃了 同盟国战败 所以条约中的各地赔款 又被吐了出来 1918年10月 土耳其与英国签订了 穆兹罗斯停战协定 不仅要求连海峡全开 连高架索的亚美尼亚 阿萨白将 格鲁吉亚 都得吐出来 1920年 协约国又跟土耳其签订了瑟福尔条约 基本就是将土耳其大卸八块了 至此危机存亡之旧 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们 发动了革命 又趁土耳其独立战争 他们废除了奥斯曼苏丹 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并经过不懈的斗争 最终逼迫协约国放弃了瑟福尔条约 于1923年7月 签订了新的洛桑条约 承认了土耳其共和国 接替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也基本确定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范围 虽然丢了很多领土 比如阿拉伯的大片区域 但至少保住了小亚西亚的核心部分 至于东边高加索与亚美尼亚的边界确定 本来瑟福尔条约 都挖了一块给亚美尼亚 独立战争中 土耳其又和亚美尼亚大战300回合 夺了回来 而此时缓过境的俄国 又换了红旗杀了回来 但是 这次毛熊并不是来撕土集的 而是来帮土集的 因为这个时候 亚美尼亚建立的那个民主共和国 是要搞民族独立和自治的 而且还很激进 跟当年塞尔维亚一样 非要把西边有本族人的土耳其领土 也吞了 建立个大亚美尼亚 对俄国而言 之前的经验教训逆逆在目 这样自己现在也举红旗了 所以这时 他想要一个摔政权的亚美尼亚 别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加入我们红色大家庭吧 于是就给土耳其出钱 出枪 最后把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 打趴下了 苏俄再亲自一下场 不光亚美尼亚 加上阿萨白江和格鲁吉亚 一起整合成了一个 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埃共和国 1921年10月 俄土在双方流过 无数次血的九战之地卡尔斯 签订了一份友好条约 划定了双方在高加索的边界 至此 俄土之间持续300多年的战争 终于收官 起码是告一大大的段落了 之后的二战 冷战 一直到现在 俄土之间虽然仍有对抗博弈 但都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热战了 回国俄土冲突一路走来 伴随着战争驱动软件 从宗教信仰 到民族主义 再到更新潮的意识形态 这些都是在不同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类组织联合机 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劣 当然很多时候也都是双刃剑 只有油门 没有刹车 于是乎历史的进程 也就被横称直撞的七零八落 但我还是相信人类是进步的 特别是聪明的领导人们 对历史的经验早已汲取透车 方向盘信手一盘 飘移过弯 而民众们不断更新的信仰 则被压成了千层饼 俄罗斯套瓦 宗教 民族 以及各种主义 既像一层又一层剥不完的洋葱皮 又像黑箱里的量子叠加菜 它参缩成什么样 完全取决于你用什么姿势去看它 这次填完俄土冤仇入坑的过程中 欧洲战国时代 其他大国间剪不断你还乱 的千丝万缕的恩怨纠葛 又让我心中萌生了无数新坑 比如说拿破仑三世 是怎么把自己给玩脱的 铁血首相比斯麦 又如何杂刷五个球不落地 奥匈帝国到底是一种 怎样奇葩的国体形式 因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博弈 又是什么情况 好吧 如果你们想看我快点把这些坑挖出来 还能填好 还请务必点赞三连 支持一下 我是262 那下一期 咱就回到东亚 先把麦跑跑的坑填上吧 啊 CG都是骗人的 实际的太平洋战争中 日军可是被美军掠得没脾气 但是 日本全体国民 被安装了战争驱动软件这件事 对美国占领军来说 还是颇为棘手 我们的五星天皇麦大帅 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且看下回分解